好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立體 這個圖是一個平行板電容器 這個兩塊板平行板電容器 它的電容呢 平行板電容器就是跟面積層正比 跟距離層反比 兩個板間的間隔層反比 這跟絕緣物質有關 經由連接電線的電流 就是這裡有電流通進來 它沒有把整個電路劃出來 就是有電流從這裡流過來 電流的方向假定是Z方向 是探究 就是我們要問 兩個集板之間它會 因為你這裡充電的話 你看 這是段路 這個流進來的話 這裡會有正電荷 這裡會有負電荷 電容器你都一定會除能 它能量就儲藏起來了 從沒有能量儲藏到有能量 那現在問它這個能量怎麼輸入的 是不是從這個 從這裡進去 就是從這個地方進去呢 跟電流的方向一樣 這個流進去呢 底下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從電學的原理來計算電容器內 所以電容電能的時間增加率 出差於兩個集板間的電能 我們用電能出差於電廠中 就是 old space 但是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電容器外面沒有電廠 只有電容器裡頭才有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就當做Easy是一個常數了 通通通集中在這個原盤的直徑的內部 半徑的內部 把這個提出來 這個積分就是電容器兩個原盤間的體積 它的電能的增加率呢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是跟時間有關 電廠 因為它電流是慢慢流進去了嘛 它不是一下子瞬間增加呢 所以電能的時間變化率就是power 就是電能的增加率 你把這個值對時間取為分 那這個 那這個 Epsilon A D 都是常數 這個微分就是 兩倍的Easy 乘上 D E Z O D D 二根二分之一 約掉了 這個就是它 電能的增加率 那我們現在要問 你這個增加率是從哪裡加進來的 從以上的過程我們會以為 電能是由導線的電流流進來的 流到電容器裡面來的 這裡你看不出來 以為是順道電流進去的 好 我們現在從 pointing vector的觀點來看 我們看A圖 A圖 好 我們應用 因為這個時候 電場隨時時間變化 所以我們要用安培定律 是這個 就是說在兩個羈絆的中間 兩個羈絆 本來還有一個JF 但是兩個羈絆的中間 它是個段路 沒有free current density 所以只有這個 所以它就只有這兩項 好 那麼我們取 因為這安培定律 你要取一個 二拍R的封閉路徑 就是在兩個圓盤的當中 封閉路徑 然後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把 因為這是對空間積分 空間 我們說這個 假定這個電場 在空間的話 它是均勻的 所以它就是變成 取DA跟這個電場同方向 那它就變成EZ乘上DA 好 那就是 Y是常數 partialEZ 和partialT 因為它跟空間無關 對空間積分也可以當常數 然後積分這個 就是πR平方 從這裡我們可以得 H5 H5就等於這個值 H5 因為它這個是 phi的方向 它就是等於這樣的一個值 就是我們剛剛是取 這裡取一個封閉路徑 2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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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H 然後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 partialE over partialT 乘上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就是 πR平方 就是等於這個值 右邊就是等於 我們把這個當作常數 均勻的 乘上這個面積 H等於這個 pointing vector S等於E crossH 電場是Z的方向 H上是5的方向 E crossA5 E crossA5 朝-AR的方向 所以這個乘起來 就等於這個值 由這個值我們就知道 原來這個功率密度 它是原半径向內穿的 它不是原電容器的兩個幾板穿進去 它是從幾板 不是垂直進去 它是從電容器側面 側面流進去的 從側面流進去的 那就是從你看 電場是這個 H場是這個 E crossH 就是S的方向 從這個地方流進去的 它流進S的總功率 流進這個 這個體積的總功率 就是這個 這表面積是整個的S 大S 它就是等於 我們把這個封閉面 分成上底下底 還有彎曲面 上底下底彎曲面 好 這上底呢 S是往這個方向的 往半径的方向 向內的方向 DA是往上 或者是往下的 DA是Z的方向 互相垂直 所以這個到的就是零了 就剩下這個 這一項 所以它就是變成S 是這個值 到的DA DA我們現在可以把它變成 A5 就是在R這個方向 R這個半径的地方 取一個弧長 再成長一個DZ DZ就是一個面 然後G 這個5 從零G到R5 D從零G到D 好 我們把這個 這個值 帶進來 EZ 然後 乘上這個H 這個前面我們都求出來過了 這個都跟 5跟Z沒有關係 都跟5Z都是一個常數 所以它就是幾分幾這兩個 D5跟DZ 這個幾分幾出來就Rπ 這個幾出來就是Z 就是D 把這個帶進來 就變成這個 它變成什麼 變成這樣子 那 ΤA平方呢 就等於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 面積乘上D OK OK 好 那麼 這個 7分 這個可以當成什麼 就是整個這個東西 Epsilon EZ 這個 它可以是Parsha OverParshaT的 二分之一 Epsilon 你把這個微分看看 就是括弧裡頭這個字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電能 這個乘這個 這是電能密度 的增加率 就是功率 功率 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電能乘上這個就是功率 所以這個就變成Parsha W E Over ParshaT 我們就 因為它只對 跟時間有關嘛 那我們就說它這個就是 流進去的總功率 就等於它裡頭 能量的增加率 流進去等於裡頭 就這裡頭 電能的增加率 電能的增加率 所以有以上結果得知 流進電容器的總功率 是電容器內 電能的增加率 OK 好 我們看一個例題 在真空Freespace裡面 現在有一個正Z方向行進的電磁波 朝這裡流過來的 電磁波朝這裡流過來 這就是它的 Pointing相反就是電磁波的 流動的方向 施政 施求流進六面體的總電磁功率 是多少 並證明此 總電磁功率等於體內 電磁能的增加率 看到這個體積是這樣子 這是後面的表面 這是前面的表面 E這個方向 H這個方向 E cross H 朝這邊前進 OK 在真空裡面 在真空裡面 Freespace裡面 電磁波我們可以寫成這個 我們剛剛也寫過了 那它的Pointing Vector 這個寫錯了 這個寫錯了 這是AY寫錯了 這不是AX 這是AY 是AY 所以A cross AX cross AY 這是AZ 是等於這個 這兩個乘起來 功率密度的方向是AZ 所以這個方向只跟前面這個面跟後面這個面 平行 跟其他四個面都垂直 所以功率如果對整個面來講 六面體的面來講 那四個面都是0 只有S1跟S2有功率穿過 所以我們看看S1 S1是Z等於0的這個 就是這個值 都是DA DA我們用 用這個 S1是左邊這個 它的面就是朝-Z方向 -AZ的方向 好 那它現在都是對什麼空間積分 對XY 這裡頭沒有XY Y 那麼這個值就是當Z等於0的時候 就是S1 所以 這整個 沒有這個了 就是擴散平方 OmegaT 這個都是常數 負的也是這個 提出來 然後這個積分 X積分就是A Y積分就是B 就是A乘B 從 左邊這個面 進來的是這麼多 好 我們看右邊這個面 Z等於D 右邊這個面的方向 是朝這個 面積強量是朝AZ 朝這邊 這個時候Z要等於D 好 那這個裡頭的量 通通跟XY沒關係 所以 這個值 跟這個都可以提出來 這個積分還是A 成B 但是這個值是什麼 正的 正的就是從裡頭流出來的 負的就是流進去的 所以總流進去的功率 是等於這個 它就是負的 它就是負的 這個是P1加P2 然後我們可以把P1跟P2合併 合併 OK 就變成 因為這個成負號是負的 前面原來是負的 整個負號變成正 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 也可以把這個都變成背角 變成背角 這有二分之一 六面體的總功率 總磁能增加率 這是磁能密度 磁能密度 電能密度 那我們知道電能密度跟磁能密度 這兩個是相等的 這兩個相等 你把這個eta 0畫一下 eta0等於根號 mu0 over epsilon0 開根號 這兩個是相等的 那就是 整體積 這是體積積分 dx dy dz 這個也是 dx dy dz 就是磁能密度 等於電能密度 就把這個加起來 我們用這個表示 這跟這個一樣大 就變成兩倍的這個 就是二分之一這個 那裡邊這個東西呢 你看這個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都跟xy 這個跟xy沒有關係 跟xy沒有關係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 就是partial t 這是空間積分 這個是對時間為分 我們先對時間為分 先對時間為分 這一項就是零了 這一項就變成什麼 變成full sign了 變成full sign full sign full sign的話呢 其他的這個都是常數 這個都是常數 這個都是常數 對這個積分 積分它就是二分之二 倍到零分之一 積分就變成 本來sine現在就變成cos 這個 然後它z積分就是從零到d 這個a到b呢 因為它跟這個都沒關係 直接乘a到b 那這是零到d z就是從零 即到d 那你把零帶進去 就是這個 然後再把d帶進去 這個 零帶進去 是這個 那這個 選這個嘛 就是 這一項 所以 流進六面體的總功率 等於六面體內 電磁能 的增加率 這個等於 這就是 等於 總功率 就等於它的電磁能 這個跟前面那個一樣 總功率跟前面那個一樣 就是它的 前面我們直接用pointing vector 算出來 它就是跟這個一樣 那就是流進六面體的總功率 等於六面體內 雌能的增加率 好 均勻平面電磁波 穿過戒指中的六面體 現在這個 這個是conductor 就是這個是一個耗損戒指 耗損戒指 我們剛剛說過 它差就是差在這裡 跟這裡 好 那麼 我們還是算它的 順時功率 這兩個cross 就變成這樣子 cross就是在激化核 激化核 所以這個功率密度 還是朝Az的方向 仍然是只有前面這個面 跟後面這個面 跟這個垂直 它的功率不等於零 其他都是零 所以它就是從S來摔 S1來摔 這就跟前面那個一樣 負Az 負Az 對不對 負Az 這個z等於零 z等於零 那這個就是跟xy积分 所以它就是 但是這些都是常數 都是常數 Z是零了 提出來 這存在面積AB P2也是一樣 P2這裡是正的 所以這裡是正的 這個地方是負的 那麼這個Z在這裡是 Z它是等於D1 等於D 所以我們把這個积分积出來 因為Z跟xy沒關係 這個要寫D 這個Z要寫D 2β0D 等於這樣的值 總功率 這兩個 減減去複值 就是等於這個 這兩項 OK 這兩項的值 好 我們最後做這個例題好了 太陽射到地表的輻射 時間平均功率是 地表的功率 每一乒乓米是這麼多個 瓦特 它各種頻率的平均值 是求太陽輻射在地面 地表處 電場跟磁場的最大值 地球跟太陽的平均 半徑 約是這個 這是地球 這是太陽 地球繞日的軌道半徑是這麼多 我們現在要求什麼 地表處電場與磁場的最大值 我們先算這個 我們知道平均 因為太陽跟地球當中 我們當作是真空 是free space 所以它的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是等於 1.0平方 over 2 8.0 這是我們剛剛算過的 free space裡面的平均的值 這個要等於這麼大 所以我們就算出來 這個時候的1.0呢 就等於這個 乘過去開根號 1.0是free space的 377 所以它的電場是這麼大 這是最大電場 H長就是1.0 over eta0 就等於這個值 這個 被377歐盟來說 就是2.73個ampere 有50%的美國人口 暴露在0.05microwatt per centimeter square 的VHF UHF的廣播輻射中 求對應至電場 跟磁場的振幅 這個問題我們做過 對不對 你要記得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非常有用 好 U Average Power Density 等於1.0平方 over8.0平方 這個就是 它的Power Density Average Power Density 好 這裡我們就可以把1.0 電場的正幅求出來 它就等於這個乘過去 開根號 2乘上377歐姆 5乘10的負5次方 Watt per meter square 這已經化成Watt per meter square 那麼是等於194個mV per meter 好 那麼磁場強度呢 它的Ampeteal跟電場強度有這個關係 我們就把194個mV per meter 被377個歐姆來除 這個值相當於515個mA per meter 這是一個簡單題 我這裡大家注意這個字 這個常常用到的 第四章第三節 是功率密度的複數表示 表示是 功率密度 就是pointing vector 那麼它的複數的表示是 那麼我們知道 十斜心態的電場與磁場 如果寫成一般式的話 是寫成這個樣子 那麼這個地方 U1,U2,U3 是代表坐標 比如說迪卡爾坐標 這就是XYZ 如果是球坐標 這個就是R,θ,φ等等 那麼因為它可以用到所有的坐標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坐標 就用這個式子來表示 因為這個是一個十斜心態的電場 那麼十斜心態的電場 它是一個時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real 它是一個time harmonic form 那麼我們要寫成真正的我們的電磁波的話 我們要取它的時數部分 就是這個的時數部分 real 那麼這個時節形態呢 可以分成space part跟time part 那麼這個就是電場的方向 以前比如說我們 以前比如說我們 講這個 偏正 這可能是朝X方向 可能朝Y方向 可能朝Z方向 那麼斜色的話 這可能是任意的方向 那麼我們這裡就用電場的方向 那麼它不一定是XYZ 它就是一個方向 那麼我們把這個裡頭的這個東西呢 就把它寫成1 因為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我們看這裡 這個 它 這個是指什麼 space part 你看到沒有 space part 就是這個time harmonic part裡頭 harmonic form裡頭的space part space part 就戴一個帽子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因為這也是一個幅數 我們就把它寫成它的amplitude 跟它的face部分 amplitude跟face部分 那麼因為它是時數 這個是一個複數形態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時數部分跟虛數部分 時數部分跟虛數部分 所以把這個式子帶到這個裡頭去 那麼這個電磁波 the time harmonic form 我們就真正的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是電磁波 這是電磁波 這是time harmonic form 我剛才說 電磁波 time harmonic form 它是time harmonic form the real part real part的話 這當然是real real real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 因為它本身是real part 跟imaginary part 我們現在把這個 這個可以分成 變成這個 那裡頭的這個 exponential j a theta1 就跟exponential j omega t 合併就變成這個 這個是它的amplitude 那麼我們就把它寫成a1 那麼amplitude 後面這個取時數的話 因為amplitude一定是一個時數 這個取時數就是cos 那麼這是一般式子 那麼磁場也是一樣 磁場也是一樣 我們裡頭的這個h u1,u2,u3 是代表time harmonic form 的磁場的時數 它的虛數部分 也就是不是虛數部分 它的座標部分 座標的space部分 那這個就是 一個h 場 這是real form real form 跟這個一樣 我們可以把space part 把它寫成 把這個寫成h 這是簡寫的 不要寫那麼長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把h裡頭的 h裡頭的omega 它有exponential j exponential j θ 這個部分跟exponential jωt這個部分 合併 它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取時數的話 就是這樣 這是一般的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 我們這樣地表示 這樣地表示 這個是實數 這兩個都是實數 好 那麼 我們說 這就是我們上面導的 因為這是 複數它的real part 就等於 複數的實數部分 跟複數虛數部分的 這個complex conjugate 加起來 除2 這個 等於這個 那麼這個 complex conjugate 作用進去呢 它就變成1 然後這個就變符號 變成這樣子 h 也是一樣 這是前面導出來的 那real這個等於2分之1的 實數部分 加上虛數部分 然後complex conjugate 就是h的star 然後exponential1 t exponential -jωt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把這個 任意的複數 我們現在要導一個關係 任意的一個複數 它的共和複數就是 這個複數加一個乘以 這裡加一個star 它的實數部分呢 是freal 那實數部分 就等於real的複數 那等2分之1 實數加上 2分之1的complex conjugate 我們這個都用到了 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關係 波音廷向量呢 就可以寫成以下這個形態 這是波音廷向量 它是1 crossh 1是等於A1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 然後crossah h就是ah 然後這個乘上2分之1 那2分之1乘2分之1 就是4分之1了 那這個就是 這個分子的部分 這個就是這個分子的部分 我們現在把這兩個 括弧啊 乘起來 做乘法的運算 做乘法的運算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 第一項相乘 就是e h 然後exponential g 兩倍的omega t 兩倍的gomega t 然後再加上 這個 再加上這兩個相乘 這兩個相乘 那就變成這樣子的 然後再乘上 加上這個乘這個 再加上這個乘這個 因為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你看就是這一下 這是負的 這個exponential 正的omega t 所以就等於 1 star乘h 後面這個乘這個 就變成1乘成h star 所以 所以 Bointing項量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了 現在我們看看 1的star 就是1 這個幅數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可以乘成h h 那麼這個就變成 還是一樣做運算 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負負得正 就是hi eihi 然後這個乘這一項 這個乘這一項 把j提出來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1乘上h star 它就是這個乘這個 這個括弧乘這個括弧 然後乘出來呢 前面這個是一樣 後面這個地方 插一個符號 那現在兩個式子 我們把這兩個加起來 這個加這個 就等於這個想加 後面這個 負數部分就消掉了 那這個就是兩倍這個東西 所以 我們現在就說 average的pointing vector 它只等於pointing vector 我們說 d omega t d omega t 除一個2π 從0到2π的積分 這個是average 好 那麼我們現在 就把e crossh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前面倒出來 e crossh是這個東西 乘d omega t 乘d omega t 乘d omega t 積分 那我們看 這兩項的積分呢 等於0 因為它是 它是omega t的兩倍角 Omega t的兩倍角 不管你是sin還是cos 積分一定是0 那麼這兩個呢 乘起來 是十數 你看到沒有 這個加這個是十數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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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 t 沒有關係了 沒有關係了 沒有關係的話 它積分就是等於 等於四分之一的這個 乘上2π 積分出來就是2π Over 2π 2π就約掉了 那就是這個被四分之一來除 而這個東西呢 是等於兩倍的這個角 所以 這一下被四分之一除 就變成二分之一的 ERHR 叫EIHI 好 這個是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知道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它是等於 因為它是這個Cross這個 二分之一都有 好 這一項相乘呢 它可以是怎麼 是等於這個值的 real part 對不對 real part 也可以寫成 這個值 就是E cross H也可以 E cross H star也可以 因為它也是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等於這個 浮數的它的real part 好 那麼這個real part 那麼我們把A1乘到這裡來 A H 這裡就變成向量 這兩個向量相乘 那這個呢 我們也是一樣A1乘到E這裡來 A H乘到H這邊來 它就變成E cross H star 就是說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可以有這兩種形式 你寫這樣也可以 寫這樣也可以 寫這樣也可以 那麼我們就公定一個 大家 大家同意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取這個 1取1 去複數 這個是H要取它 複數的complex conjugate 好 那麼我們就選這個 這個就是 Pointing Vector的Average Value 它就是 Power Density的Average Value 那麼我們可以把 這是原來的 它原來等於這個 那麼我們 我們導出來 如果是 平面電磁波的話 朝Z方向傳播的 平面電磁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樣子 就是前面 剛剛我們導的 1分之1 Cross H star 我們現在就是 恢復到這個 迪卡爾坐標 好 記住啊 Pointing Vector The Average Value Average Value 我們現在可以用 複數形態 只有Space Part的形態 來表示 它就是這樣子 要不然你要用這個 這個就是 整個的 1 跟H 它的Space Part 跟Time Part 都在一起 Cross 那這個 如果它給你的 原本是 1的一個 Time Harmonic Form 那你可以 用這個方式 那麼我們也可以 用這樣來做 2分之1 Real 你看只有Space Part E cross H DA 可以 那這個要記住 這個 常常用到 好 我們現在 看看下面這個例題 有個電磁波 它是這樣子表示法 這個是Real 這個是一個 一個 就說這個 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Time Harmonic Form 好 那麼我們現在把這個 它的浮數部分 就是它的Space Part 寫出來 Space Part就是Ax 這個Amplitude 然後再加上這個 然後這個呢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負Alpha Z本來就有了嗎 對不對 負Alpha Z本來就有 那這個 E0 因為它這個是 因為它這個是 複數了 複數形態 所以 它這個E 是有 Amplitude 跟Face部分 這也是一樣 它是等於E over A to C 所以這個被A到C 來除 這就是H 這個 的 Space Part Space Part Space Part裡頭 你看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屬於 這個 的Face 這個的Face 這個 跟這個 是屬於 這個的Face 前面這個東西的Face 就是這兩個 那麼我們求它的Average Point Vector 就是這兩個相乘 取時數 然後被1分之1來除 1分之1來除 那麼 它就可以等於 這兩個相 Cross 這兩個Cross 變成這個 取時數 這個取時數的話 Ax cross Ay 就是Az 取時數 那麼 這個 這個都是時數 這上面沒有J 這個有J 所以取時數呢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麼 以上就是我介紹 用幅數來表示 Average Point Vector Average Point Vector 那你如果知道一個電磁波 它的Space Part很容易寫出來的話 Average Part 就是1分之1的這個值 2分之1的這個值 OK 那我們要把前面這個 這個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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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記住 要記住 OK 那麼 這個 這個是Average Power Average Power Average Point Vector 那麼就是1分之1的這個 都是這個 那你要 當然求這個 就這個就好了 你如果還要求Average Power的話 我們就還要存在後面這部分 好